就是亮哥他也講到了 水門案呢 其實如果這個當時就是因為 給立法院的完整調查權 所以才能夠破案 他也批評了民進黨為什麼會拋棄了 長年來的堅持 而在美國的白宮前策略長 他就是因為被判了藐視國會 他要準備入獄 四個月了 那當然這個是巴農他在7月1號前 就要到監獄來報到 美國憲政發生的 跟台灣 大家現在看起來就一做比較 應該會更加有感 的確這個水門案當年大家其實很多都拍過美國的影集跟電影就知道 從媒體披露之後呢 然後光是靠媒體的第四權吳冕王他調查的能力有限不過已經不簡單了 已經能夠把當時這個美國 美國總統尼克森他們的這個政府 他們政權 想要如何去竊聽然後想要如何去掌控這個 選舉的這樣的一個節奏 他把他揭露的 完完全全讓這個美國人老百姓知道 那可是你接下去美帝踢爆之後呢 你要由國會 去完成這樣的一個聽證跟調查 所以 不斷在美國當時的這個國會 參眾兩院 然後尤其是美國國會的民主共和兩黨 他們在成立這樣的一個聽證調查 尤其是聽證 開聽證會就是 稅行執行他的這個調查權 所以為什麼郭正亮委員 亮哥他是留學美國的 他為什麼會把這段歷史講出來 就是說 在於美國如果當時沒有 國會的聽證調查制度的話 怎麼樣去調查 當時由美國的媒體所揭露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水門案的醜聞呢 怎麼會知道說 原來當時美國總統要去竊聽對手啊 怎麼會知道說原來美國 美國當時你要選舉要不擇手段啊 所以 從這個才會變成滾雪球般 從水門案才可以有那個賦予 國會議員去調查了這樣的一個架構跟制度 才能夠把這個案子一直下去然後 逼得 美國的這個政府當權者都不得不低頭 同樣的 剛剛你提到了那個巴農 大家看到那個川普當時在這個 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呢 他的很多的這個手段採取的是非常強硬的態度 尤其是在 2020年我們台灣選完之後 換成美國也在大選 美國大選進入了一個 幾乎想要重演2000年那種僵局的感覺 可是偏偏到了後期 川普這個敗選了之後呢 他不認輸 然後煽動了國會暴動 當時大家也看得到啊 國會暴動然後國會山莊 然後這個暴動的群眾都衝進去了 那甚至當時川普在網路上的這個煽動 都被很多網路 跟美國的媒體去指責 那美國當時川普的這個前幕僚長巴農 他在2021年 被這個美國國會 要聽這個開聽證會的時候 傳 要傳他出庭 到這個聽證會去出席 然後要求他去作證去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也拒絕不出席 所以被判藐視國會 然後後來被移送到這個美國的這個法院去 做司法的這個審判 被判藐視國會罪就是4個月 所以巴農當時就是這樣狀況 那如果當時美國國會在2021年沒有這樣的一個聽證調查制度的話 你怎麼去調查國會山莊的暴動事件 群眾公路國會 到底跟川普之間有什麼關係 然後川普為什麼在這個網路上煽動然後他又可以好像全身而退啊 他後來自己也陷入了這個司法的這個泥造啊 到現在要選總統 他還是幾個官司包括這個是其中之一啊 就是因為當時美國國會也在進行這樣的一個聽證調查 而且是不分民主共和兩黨 都在譴責這件事也都在調查這件事情 那巴農也因為這樣的施上官司啊 那巴農當時是川普的幕僚啊 所以 這說明了什麼 就是在司法 展開行動之前 國會他本來就有權 美國國會就是這樣子行之有年這樣的一個制度啊 那今天民進黨就像剛剛葉元智委員所提到的 你要去扭曲 這個國會的聽證調查 難道你也在扭曲美國的國會嗎 我覺得民進黨的確是很厲害啦 他在當時清鳥行動期間 從5月17 5月21 5月24到5月28 這四天的國會的這個衝突 他們在場內知道 數人頭人數沒有這個藍白 在野黨的這個優勢 他們故意在場外想要 採取一種極限的壓迫 那在場外採取極限壓迫之外 他們又 故意用謠言 以而傳而的方式 然後當時不是我記得有好 很多的這個網路上的主圖啦 還有一些文字啊說什麼 隨便一個土豐舞舞蹈班都會被受到影響 都會被傳訊 跳土豐舞的 土豐舞班都會被傳到國會去 然後就講了 他就要散佈 人群的恐怖 讓群眾 一般小老百姓民眾都會覺得非常的恐慌 但是 試問 真正當到立法委員的程度 比如說願言智委員 還有晚會委員 以前他們在立法院 他們真的在 開會的時候 或者是有必要傳什麼什麼 是什麼阿貓阿狗所有的張三李四 王二五六全部都傳嗎 不可能嘛 可是民進黨他就是要用這種 他會傳到你們任何一個人 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而且還不能帶律師 而且主席還是韓國瑜 那個到時候他不會讓你同意律師出席 或怎麼樣 就是污名化跟妖魔化 這樣的一個聽證調查的這個制度 然後把它無限上綱死 成什麼都會 因為這還沒做嘛 因為 就算國會改革 權限法 這個修法已經通過了 可是 大家也不會亂用這個武器啊 真的會什麼像他們說的這個 土豐舞伴的人都會傳嗎 所以 被民進黨找到了這些破口 然後用這一些以而傳而的方式 不斷的 去散播 對於這種 未知的一種恐懼 我覺得事實上 真的會做的也是他們 真的要做的話 如果是他們的話 但是呢因為 今天他們在下鄉宣傳的方式 因為他們 藉由這個嘛 我覺得副一是在幫他們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之後他們要推動的就是罷免 對 因為之前不是在網路上他們已經開始去散佈 還故意成立說要罷免這個原資委員的這個群組 什麼事只要挑軟的吃罷免就找越原資這樣 故意用這種方式好像順口溜很順的樣 就是 故意把那個差距很小的 像原資委員跟圖圈琴委員都算在裡面 的確啦 我覺得事實挑軟的是故意找原資委員跟圖圈琴的麻煩 但是 我也一再的跟他們講 你們在煽動罷免的同時 你要嫉妒人家的反罷免 可以罷免國民黨立法委員的時候 是不是人家也可以罷免民進黨立法委員 可以啊 因為罷免是人民的權利跟自由 那同樣的你可以罷免國民黨立委為什麼 人家不能罷免民進黨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委有一堆人要被罷免啊 也有人我看到那個政客壯當時也秀出一票的這個一張的完完整整的名單啊 所以 他們的 爭取時間把負義往後拉長戰線接下來就是推動地方上的罷免要去宣傳 國民黨的確 國民黨中央跟地方黨部有22個縣市已經在準備說 要進行這樣的一個宣傳 我非常的舉雙手贊成說去跟民眾進行一個 徹底式的這樣一個基層的宣傳 因為民眾的確很多人不清楚 都是受到他們的媒體跟網路的散播渲染去影響說 哎呀 會影響到我我可能會被 這個叫去聽證調查 事實上沒有這個 問題 然後也不可能說什麼 他的律師他的法律的這個保障權益 都沒有話獲得保障 就是要從這個做一個彼此的這樣的一個攻防 我覺得我從來不怕是真理越變越迷 但是 完完全全反對他們用這種造謠的方式 去把 復義 然後 罷免推動 然後到了後面呢 完全都失敗的時候如果復義失敗 行政院長要不要下台 他們是絕對不會的 但是 要不要發動倒閣 那賴慶德是不是會弄到最後 弄到最後他來解散國會 整個國會全面改選 他們現在 有一個風向在帶動他們想要朝國會改選 全面改選 解散國會的方向去做 因為他們認為全面改選的話 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委席次 一定會大幅下滑 就是說民眾黨跟國民黨立委席次 可能就會 減少很多 然後到民進黨立委席次 變成 跟之前一樣 五六十席 六十幾席 就像過去2016年到2024年 那八年期間 讓民進黨的立委席次 再回到獨大的局面 行政立法全部以法抓 這是民眾要的嗎 過去八年就是這樣 那 你還要重蹈過去八年的這個歷史 然後 完完全全看不到 你想要知道的疫苗採購的問題 口罩的問題 快篩四季的問題 然後任何一家公司 還有包括超私蛋 隨便一家公司都可以進口 這樣的一個像巴西蛋 然後還會湊掉 還要編列預算 再去銷毀這些蛋 這些問題 你們要去重蹈過去八年嗎 我相信這些事情 國民黨 民眾黨 可以去下鄉 跟民眾去宣傳 去宣講 直接告訴他們 因為 很多的民眾的確不清楚 因為 在這個時候看到媒體 和 所有的這個訊息 多半被 民進黨所誤導 尤其是他們也故意向 這個出口轉內銷 會把這個國外的訊息 然後國外的這個媒體 國外的商會 然後國外的哪一個媒體 什麼權威媒體 故意寫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說你看 連國外媒體都不認同 用這種方式 所以 你要注意 這個是民進黨 真正想要做的 就是政治戰爭 所以為什麼老柯說 富裔 就是民主的 洛曼帝登陸 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想要表達的是 誰是公方 誰是首方 那你自認為你是公方 然後把國民黨跟民眾黨 妖魔化為首方 但是有沒有想過 其實 他們才是真正的首方 首譽的方式 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登陸 所以我覺得 老柯的比喻不倫不類 有時候你聽他講話 我會覺得他真的快退休了 好像含著這個 那個這個東西在講話一樣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他們民進黨活在自己的 同溫層 和他們自己的這個世界裡面 一心想的就是 全力被國民黨跟民眾黨 給奪去了 他要想方設法的 把他奪回來 那不管用任何的手段 他就把時間拉長 最好是拉長到可以影響到 明年2026年的這個 明年2025年以及後年2026年的 地方的這個選舉 因為兩年後的這個地方選舉 他們想要拿下更多的縣市 避免國民黨跟民眾黨 再來用地方包圍中央 然後拿下更多的縣市後 去主導 主黨的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反撲 藉由這個 以兵養兵 以戰養戰 然後不斷的去打 所以民進黨的就是很會玩選舉 很會打選戰的一個政黨 可是打到後面呢 每次都在政治算計跟選舉算計 然後尤其是你每次 腦袋裡面裝的算盤 都是想到你們的權利 然後 讓大家看得出來說 你全部都是為了你的這些資源的分配 然後 還有你的背後所隱藏的金錢的這個分配的時候 那用政治這麼粗比的手段 然後你去推動 罷免你不爽的國民黨立委 跟民眾黨立委的時候 那你民進黨立委到時候也被拿出來 而且國會 如果全面改選 不見得像你所想的算盤 如意算盤一樣 民進黨就可以一黨獨大 萬一 到時候 改選你少更多席次 國民黨民眾黨席次成長更多 你賴清德不是更提前玩玩 你接下來怎麼選 然後賴清德還要連任嗎 你接下來 令不出總統府 令不出凱達格蘭大道的 也令不出宗孝東路這個 一號二號這個行政院了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認為老科跟民進黨都在賭 賭一個 他們認為可以操控的賭局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到 民眾大概很多人 就像剛剛袁志偉有提到說 很多沉默的人 沉默的人不代表他們沒有態度沒有意見 他們是完全不想瞭你而已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 GIS 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 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事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另外會有額外折扣